得知真相後 心痛的維維特還是表示 只要傅雷德能幸福就好 傅雷德知道後既感動又後悔 決定忘掉阿萊成姑娘 並跟維維特結婚 不辜負這麼好的女孩 然而婚禮當晚 阿萊成姑娘的情人米契菲歐出現了 她告訴村民她要與阿萊成姑娘私奔 傅雷德聽到這個消息後 竟然嫉妒的發狂 在熱情的法朗多爾舞曲下 從高塔躍升而下 墜地身亡 中文字幕製作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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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這齣劇最特別的就是 造成一切悲劇的阿來成姑娘 完全沒有出現在舞台上 甚至連名字都沒有